今天开始我来挑战 我除了水 黑咖啡 或是无糖茶以外 我不会吃任何东西 包括零卡的一些可乐啊 什么都不会碰 当然就是 我IG上是说三到五天啊 就是三天是最起码的 就是以那种健康啊 然后不管是身体的那种 清理啊整理啊 然后顾胃啊什么的 这些健康指标 或清理一些 什么一些 他们叫做 Zombie Cells的感觉 就是身体的一些 不好的细胞 把这些排除掉 大概至少要三天 所以我的最基本是三天 那如果我觉得OK 的话会到五天这样子 大家第一个想到 进食的一个问题就是 肌肉怎么办 就是身体那个肌肉 长时间的断食 当然你的 你的 瘦体重 你的肌肉多少 会有一点点损失 这是一定的 你很难避免 但是我想其实 偶尔这样子三天五天 你少一点点肌肉 其实真的也没差 因为等于是说 我做这件事情 我的首要优先的点 就已经不是说 我要长肌肉了 当然你说要流失 偶尔这样子三到五天 其实真的没有 不会差太多 因为我做这件事的首要目的 就是要去清理身体 让身体算是一些细胞重启 细胞的一些整理 然后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排除掉 这是我做这件事情 最主要目的 对所以肌肉那些东西 没有对我来说 在这个阶段里没有那么重要 然后减脂什么的也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你说四五天 减脂你能减多少 对不对 那所以本身长肌肉后的减脂 都不是主要的目标 主要的目的 那接下来 最主要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以健康来讲 我的主要目的是这样子 清理身体 第二个点是 我想要通过这种 半自虐 大家反正 我朋友都说我很自虐 这种半自虐的方式 然后让自己去体验这种痛苦 这种半折磨的感觉 然后有点半享受 这种痛苦的感觉 然后 去体验那个痛苦 带给我们的一种 一部分是多巴胺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说 你主动的去触及一些痛苦的东西 然后后续的 你的多巴胺 会吃进你的多巴胺 那你多巴胺数值会上升 你会感觉到愉悦感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很少 现在尤其是我们生活在这种 发达国家 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接触 这种类型的痛苦 就是食物只有太多的问题而已 对吧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所以通过断食一段时间 去体验这种感觉 去享受这种感觉 那我相信这种感觉 对于我们大脑来说 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本身断食对于我们的身体 对于我们大脑都是蛮健康的 对当然就偶尔 像我必须说 如果说很长期 很经常的做这种长时间的断食 肌肉很难完全留住 多少会有点损失 但是我偶尔的话 我就觉得其实 没有差 对 然后因为我以前本身就有 接触过断食 我顶多就是20 算是23 人家不是什么16 8吗 我比较常做的是那种类似 23 1 就是我一天吃一餐这种概念 那一天吃一餐 你的蛋白质吃够的话 你还是可以长肌肉 但是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适合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最大化 你的肌肉的成长的话 你至少要两餐到三餐的去 平均分配你的蛋白质 会比较适合一点 就是这样比较好 一餐的话 你也可以 只是不会那么的适合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是个很职业的健美选手 当然你希望就是最大化你的效益 那我不是 所以我就其实 没有 没什么差 当然如果说你以 长寿 你以长远的健康来讲 你的肌肉量很重要 那本身你的身体的 内在细胞的一些活化 内在细胞的一些 健康程度也很重要 所以本身肌肉量很重要 所以我这个东西 只是偶尔做一下而已 我不会 我自己也不会 我也不会建议大家 太常做这种事情 所以 接下来从今天开始 今天礼拜二 今天是4月 几号 8 9 10 4月11号 今天4月11号 11号啰 8 9 10 4月 我想看 我4月8号去帮朋友拍婚礼 8号是礼拜六吗 对8 9 10 我今天11号 4月11号啰 那我这礼拜断食了3天 真的3天 72个小时 不吃东西 只有喝水 喝黑咖啡 跟喝一些无糖茶类这样子 一开始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 就我身边朋友说我非常的自虐 喜欢做这种事情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就我当时是看到那个 黑人雷神的那个克里斯 然后他不是有拍一个国家地理频道的一个纪录片 就是他去探讨关于长寿这件事情 然后里面有一集就是讲断食的 他是断了4天 然后帮助他做这个 这个整个过程还有另外一个博士叫Peter Peter Peter什么的 Peter什么的一个博士 那他跟他一起断食 那这个博士我本身就 之前就有看过他的一些东西 那 比较多的是一些 当然就是 他主要是针对长寿 身体健康这方面的研究嘛 那这个断食的部分我就觉得 很有趣 因为 我之前 我其实陆陆续续都有接触过 间歇的新断食 但是真的这种 超过一两天的断食 我从来没有试过 然后就觉得 一定很痛苦 一定很不爽 一定很不舒服 一定很饿 我当时在那个 纪录片里面 他就是断食 然后断食的时候 他还要陆续做一些活动 比方说他要去训练 如何去 呃 捕鱼 因为他们的最后就是等于最后一天的 最后一天断食结束之后 他要自己去海里面 抓一只鱼 然后捞出来吃 这是他的断食的时候第一餐 所以他在这个断食的34天里面要学会如何憋气 要憋 我忘记他憋多久了 反正学会如何憋气 而且是要游泳状态下憋气 然后学会如何去 瞄准鱼啊 去抓鱼啊这些东西 那他整个过程中就有记录他的一些 很暈眩状态 很无力状态 然后 非常的 非常的饿 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 那叫什么 厌世吗 对 然后我觉得哇 这个 我想试试看 对 听起来是蛮自虐的 我 我 我其实大概上个月的时候 我就有问过一个朋友说 哎 要不要一起来断食 他说好 好 几个小时 他说哦没有 三天 三天到五天 他说 神经病不要 就是反正没有人理我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人理我 那因为 我是想说三到五天嘛 但后来 我想说 我们先 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我先抓三天就好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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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怕 三天就好 然后 我就 从 这个礼拜 是礼拜一吗 是礼拜二开始 是礼拜二开始 然后一直到礼拜 二三 四 对 礼拜四结束嘛 哎 是礼拜二开始吗 啊 礼拜一晚上开始啊 礼拜一晚上开始 记错了 反正 总共七十二个小时 完全不吃东西 嗯 你干嘛 感觉出来我今天有点 我今天火气很大 我今天 脾气没有很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 这不是重点 然后 我就去 我就准备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 我想要做这个三天断食 不是为了减脂 不是为了瘦身 不是为了体重 这些东西 我单纯是因为 健康 就是 说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点录不下去 你不要再烦我好不好 就我原本 原本想说 我来录一下 想来分享一下 我之前断食的东西 然后 就一堆状况出来 灯光出状况 然后 各种出状况 然后 我家狗又一直在这边跟我玩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突然就 火气很大 我没有干嘛 就是突然觉得很不爽 超级不爽 然后 要讲的内容 我有一些 想呈现的方式 可是我觉得 又不是我想讲的东西 很复杂 我都很复杂 就是 我想要 我觉得那个像 克里斯蒙斯莫的那种纪录片的方式 我想弄那样子 但是 太 对我来说又太不自然了 就是我要那边 我要那边稍微演一下 什么样就觉得好不自然 算了 那我今天就来这边 就是 平常方式讲 那因为我有拍一些 我断食的过程中 一些片段的 比方说我去训练 或者我当时一些感觉 那我也会陆续放在 这一集跑开始的一些 一些过程中 我会插进来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 我已经没有 我已经没有在断食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早上 火气蛮大的 所以 畜生 不要惹我 虽然我断食了 虽然我已经没有断食了 但是我还可以吃肉好吗 好啦 刚刚讲的哪边 哦 就我 我想要做这个三天断食挑 我想要做这个三天断食挑战 不是因为要瘦身 不是因为要减肥 我 第一个目的是因为健康 让身体做一个大清理 然后 让一些不好的细胞啊 去让它 让它排出去等等 是健康的部分 然后再来一点 我觉得三天不吃东西 是个很大的挑战 很痛苦 所以我想做这件事情 对听起来超自虐的 对 我是觉得还好 但是就 这是我想要做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两个原因嘛 一个是健康 一个是挑战 对 那个挑战有点小自虐 也许吧 也许大概吧 不知道 对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那我就 其实就像开始嘛 就不吃东西而已 那我原本的设想是说 我不是东西 会很饿 会很暴躁 我一直要分散注意力 一直要找别的事情做 肚子会很饿 会很无力 会很 会头晕啊什么的 那真的开始第一天 第一天其实蛮 蛮简单蛮没什么 因为我本身就 健康的事情断食 我有断过很长的 我有断过那种20个小时 甚至23个小时 就是一天只吃一餐那种 所以第一天对我来说 其实没什么 第一个24小时 对我来说超级 平常的 稀疏平常的 也不会有饿的感觉 到了第二天开始 很奇怪哦 就是 其实这三天 这72个小时 我几乎没有任何的饥饿感 这是我最意外的地方 你说要做断食 尤其是做这种三天断食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干我会很饿 结果我这三天 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饿的感觉 就算 就只有那个我想看 第二天晚上有点 就是很正常的那种饿 就是 诶肚子好像有点饿 就这样子 而且只有一下子 大概两三分钟就没有了 我最意外是这一点 对那 第一天都还好吗 第一个24小时都还好 那状况最糟的是 第二天 就是24到48小时这个时间内 第二天早上起来 其实都没有什么事 一点点的 无力 一点点的晕晕的感觉 就是很细微 就感觉像 像是你们可能 一天没有吃东西下来 那种 感觉要吃东西 那种感觉 其实都还好 那第二天 练完之后 我整个人感觉 非常的 那个无力感 那个晕眩感 越来越重 越来越明显 就我可能 走路的时候 都觉得有一点吃力了 然后头就会觉得 昏昏沉沉的 然后开始没有办法 很好的 很好的 很认真去思考事情 就头脑已经 头脑竟得当机的感觉 然后慢慢的 因为从始至终都没有那种 很饥饿的感觉 但第二天 从早开始 尤其是到了晚上之后 那个焦虑感 断食所产生的 那个焦虑感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好像我原本 预期的饥饿感 全部变成焦虑感了 所以到了大概 下午的时候 那个焦虑感越来越大 他焦虑是 我焦虑的事情 就是说 任何我生活中的 一些小事情 甚至我人生中 我需要去 在意的 任何 任何 各个方面的 现在的 未来等等的事情 原本可能只是 哦我知道这件事情 没什么 那我去做就好 但是 那个时间点 我那个焦虑感 放得很大很大 就我开始会 不断的担心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头脑 第二天 后半天 我几乎是完全 无法专注在我的当下的 我整个人 就是一直困在 我头脑里面 非常的焦虑 那有人问我说 会不会有很恐慌的感觉 就是 我现在跟以前的 BCI比较会调试 我觉得 第二天恐慌的感觉 倒是还好 但是我第二天 焦虑的感觉 是非常严重的 那 就像我刚刚讲 我都不会饿 但是我的焦虑感 越来越大之后 我很想靠吃东西 去解决这个焦虑感 也就是大家可能 常见那种焦虑饮食 压力饮食 这些东西 通过吃东西 去排挤压力 那时候我就非常想要吃东西 我觉得那时候我非常想要吃那个 Costco的甜点圈 非常想吃 但我就是真的不饿 但我感觉到 我那时候是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 非常的 可能有一点点恐慌 但是不明显 但我觉得那个焦虑感最重 就是我一直会担心 比方说像 我这段时间的一些规划 我的人生 我的事业 我的经济 我的 比方说 我的家 我的狗 我什么事都会焦虑起来 非常的 非常的严重 越晚越严重 那我觉得 从中 从中悟到一个点 我觉得是蛮好的 就是这一次断食 没有让我很大的饥饿感 那是给我非常大的焦虑感 那某些角度来说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 当下不会觉得蛮好的 当下我真的觉得 干 就是很不爽 然后后来静下来之后 我觉得蛮好一点 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 让自己稍微松懈了一点 我原本是有刻意 刻意让自己松懈一点 就是我原本 有做一个像 我从二月底开始 做一个叫算什么 生旅模式吗 Monk Mode 那我预计是做大概 三到五周左右 就是一个月上下嘛 那我就从二月底 一直到四月初 然后我就开始 想说让自己休息几天 然后再慢慢回来这个状态 然后这休息几天就包括 可以看电影 可以吃一点加工食品 大概 就这样 对我的松懈就是 可以吃点加工食品 可以看点电影 看点影集 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但其他比方说像 不喝酒 不出去 那种party 然后一样早睡 一样四五点起床 这些东西都是一样做 然后一样是 禁欲嘛这些东西 就是不靠枪 然后禁欲 那这个 这个 借靠这东西 我有东西想要跟你们分享 那我另外早期来讲 那基本上就是 我所谓的放松一下 就是放松一下 就指的是 吃东西的部分 跟看电视看电影 这个部分 会稍微让自己去做 这些事情那几天 一开始可能只是 一天看个一小时 那后面 很容易就不小心变成 一天可能会花 尤其是睡觉钱 会花两三个小时 再看一些影集 因为我前段时间 龙珠前传没有看完 把它补起来 超好看 超好看 龙珠前传 然后 那个 bojack horseman 哎 bojack horseman 看 我不太会讲话 今天你们一次 有没有觉得那个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讲 美式的英文 跟讲英式的英文 可能讲英式的比较好发音 美式 bojack horseman 然后英式 bojack horseman 就是不用去卷舌 我觉得不用去卷舌 比较好 好讲话 bojack horseman 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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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算了 不了这个 马南波杰克嘛 然后龙珠前传嘛 后来稍微看了一下一个 以前有看那什么 盖库家族 哦对 反正我就在看这个东西 然后看了几天 跟原本预期的 差蛮多的点 就是原本想说 OK我一天可能 有一两个小时才放松一下 后来就变得有点多了 那当时我想说 也没有太影响到我日常的一些做的事情 我还是一样 坐起正常 一样早睡早起 一样的去 呃做这些规划 一样的 比方说不喝酒 不出去party 不出去玩这些东西 其实都还好 但单纯就是吃东西跟影集的部分 但当时我这样子两三天之后 我原本预计就是可能两三天三四天这样子 就结束这个小小的放松期 然后继续回来 这个muck mode状态 然后来是 发现 好像有点杀不住车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一开始 一开始做这些事情就很难 这坏习惯其实 对 你要讲这种坏习惯或者享受东西 其实你很容易就先进去了 很容易就拉不回来了 所以当我断食的第二天晚上 那个焦虑的感觉非常严重的时候呢 就单纯针对这一点非常的严重 我的整个焦虑大概有80%都是在焦虑这件事情 焦虑我让自己选择性的稍微放松一下 我让自己看一些电影 看一些影集 让自己稍微吃一点垃圾食物 但时间拉得比我预计要长 然后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有罪恶感 非常非常有罪恶感 就像我之前有 给你们分享说 自信嘛 自信就是 对自己的承诺说到做到 相信自己说的话 那我那时候焦虑感就是 非常的 对自己不信任 就自己承诺说 OK我这 三四天稍微放松一下 然后就回来 可是我可能拉到了一个多礼拜 我还在继续看这些电视 还在继续看这些影集 所以当下的那个愧疚感 当下的罪恶感 自责感非常的重 那我必须说是 我还是得拉回来一下 就是我得告诉我自己 当我们有焦虑感的时候 当我们有焦虑 比方说我们很恐慌很焦虑 比方对自己很自责 对自己很有罪恶感的时候 每次我这感觉让 让我知道说我有什么事情 是我需要去改善 需要去完成 需要去执行的 他给了我一个回馈 其实所有的情绪感觉都是这样子 他给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事情的回馈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我知道说这个焦虑感带给我的讯息就是 我需要去调整 这个生活的状态 吃东西的部分跟看电视看电影的部分 我需要去做调整 不然我的最后感 愧疚感会越来越大 因为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承诺嘛 我没有做到 所以我开始 开始 对自己的那种 自信跟不 跟那种不信任感开始下降了 对那知道了这件焦虑感 当你知道了这个焦虑感 所带给你的讯息之后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开始执行这些东西 但不要去批判自己 就是当下 OK当下你要讲 干这个垃圾 你这个怎么样 你这个 没有说到做到 你说不吃这个 你就不吃这个 当下你要这样讲没关系啊 但是当这件事情 这个焦虑感状态结束之后 我们要开始执行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要提醒自己说 就这个时候 你就不太适合说 继续去批判自己了 而是我们要拉回 更理性的面 就是OK 我现在的这一些 所谓的放纵 就是可能 看了一个礼拜的影集 电影 然后这一个礼拜 都有陆续吃一些垃圾食物 这个跟我原本的状态比起来 已经是差太多了 我原本的费跟这个费 比方说我原本是100分的费 我现在这个费可能只是 10分20分的费 但是对于我 对于我想要的标准 比方说是1分的费 我还是觉得10分20分的费 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从这个过程中看到 那些进步嘛 对不对 OK 这些我们需要看到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我们才不会继续的现在 去批判自己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看到事情 解决事情嘛 就这样子而已 结束 所以这段时所带给我的焦虑感 就是让我更清楚 医师老说 OK 这是我一个需要 这是一个我需要直面的问题 我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很好 很棒 所以我觉得段时第二天 这个很大焦虑感对我是好的 对 其实严格来说 焦虑感本来就是一个好东西 就是啊 应该要讲 情绪本来就没有什么好的坏 情绪本来就是 一件事情所带给我们的一些 回馈跟反应嘛 那重点就是看我们怎么去 通过这个回馈 去执行一些事情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 它就是一个只是单纯 焦虑 它单纯就是个情绪而已 那这是我第二天的状态 那我第二天呢 因为那个焦虑感 我很想吃东西 但是我不能吃东西 而且我也知道说 我不饿 我单纯是因为焦虑 跟有压力 我想要吃东西 那这时候 因为我已经借高了 一百多天了嘛 禁欲了 在禁欲什么的 那我借高一百多天了 这个时候我超想 开高的 超想打手枪的 就 这个我下一次借高 我会更 仔细来讲 因为当你 那种欲望很高的时候 当你没有改掉 借靠这个习惯的时候 任何一点小刺激 都很容易让你 带回那个状态里面 就 比方说我看一些影集 比方说我看盖库家族 好了 它有些广告 就是有一些 有些A片 成人电影的东西 就是会有跳出来 那 当你看到之后就 屁股 我屯控吗 我屯控吗 屁股 我就很想打 应该说很想要做 但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 很想要做 我能想到就是打手枪 那是一个我的欲望 起来的 我被挑起了 我想要去执行性这件事情 我想去做爱 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 我想要 打手枪 或者是靠的那种感觉了 但是 我现在纯粹是因为 我有个欲望在 我想要去靠 这个很难解释 我想看怎么讲 怎么讲比较好 讲白眼就是 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借靠了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借靠了 我平常根本不用想说 干我不能靠 我不能靠 我就是一个 靠腔已经不在我的生活里面了 就是我的生活里面 已经没有靠腔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也不需要借靠 就像如果我没有烟影 我没有在抽烟的话 根本不需要借烟这个概念 但当下就是有点像是 OK 我知道我抽了这根烟 就是我可以稍微还减下我的压力 就这种感觉而已 有点像这样子 反正那天也是没有嘛 我就说 我就先把那个概括家族暂停 然后关掉 然后那广告就没了嘛 OK 我就 什么都不看 眼睛闭下来 深呼吸 这样子冥想个十分钟 OK 冷静了之后 拉回当下 然后这个冥想也让我焦虑感稍微好一些 然后当时 我就觉得说 不行 我这个状态稍微处理一下 我当时其实头很晕 很昏 但当时我就 一样麦克风拿出来 相机打开来 我就开始去录 开始讲 讲我当下的感觉 就基本上跟我刚刚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当我把这些感觉全部整理出来 全部抒发出来之后 OK 我把我脑袋东西全部 一个排列出来 然后告诉自己 告诉自己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问题 讲完之后 我整个人 清醒很多 整个人放松很多 就等于说你把你脑袋里很杂的东西 你脑袋里很混乱的东西 全部把它 拿出来 不管你是用写的 用录影的 用说的怎么样 不管怎样 把它拿出来 这边就会清空很多 和平静很多 你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当时我就把 我就这样的录录录录录录 录完之后 OK 我再回房间 一切就变得 想和 不是 不是想和 一切就变得舒服很多 还是很饿 还是会晕 但是我的心情平静很多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已经八点多了吧 然后 这样子后来回房间之后 稍微 调整一下 我其实就睡着了 那因为我现在每天都有早上出去走路的习惯嘛 那 这几天也是一样 这几天段时也是一样 我大概平均四点半起床 有一天四点起床 然后起来之后 弄一弄 我就出去走路大概走 一个多小时 就平均大概 算步数的话大概八千步左右吧 八千左右 然后走一个小时 然后走回来 第二天的走路 跟第二天走路其实 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吃力 就可能没有吃东西嘛 有一点小吃力 但是还好 然后经过第二天晚上 那个很焦虑的状态 然后第三天 第三天反而一早起来 整个人非常的清 意识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顺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好像我们那段时一样 非常轻松 就我倒了一整杯 我大概喝了半杯 就有点 有点喝不太下了 很奇怪 就是 感觉吃饭吃饱的那种感觉 到现在也不会饿 然后 那个 头晕跟那个无力的感觉 好像没有昨天那么多 好啦 错 还是 还是很多 错觉 还是很多 还是会有点 晕晕的 还是会很无力 那我把家里生整理一下 现在 4点半吧 天还黑的 对 弄一弄 等一下出去 这一天走路可能是我 这段时间走路最平静的一次 我 我可以 非常好的去享受我当下 所有的东西 这个是我可能已经有 一两个礼拜无法做的事情了 不管是任何的一些 焦虑感压力 或者是各种生活的形态 让我这一两个礼拜 其实很 很难专心在当下去享受一些事情 所以 断食第三天早上的散步 我非常的享受 因为我基本上我走出门的时候 天是黑的 我大概快要走完之后天才慢慢亮起来 现在 现在这个时间 这个季节 天亮大概是 5点出头嘛 然后我就这样走走走 后来发现 后来找到一个 那种 你知道 有点像野餐的长椅嘛 然后那天的空气也非常的不错 温度也非常的 刚刚好 微微的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然后我就坐在那边 就坐在那边 休息 放空 放松 非常的舒服 那时候太阳就慢慢升起来嘛 那个状态就很享受 然后当时 因为 温度也很好 所以你呼吸到的空气 那边的 树啊 那边炒的味道也非常的 非常不错 非常大自然 但是高雄的空气本来就没有到很好 所以 就那样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心态 那时候心态就是非常的平静 平和感觉 哦 突然 老了50岁那种心态 而且一切 过得很舒服 像跟昨天晚上 反差蛮大的 昨天一整天其实 非常的焦虑 越晚越焦虑 那 那 像现在尤其是走完路之后 可以慢慢回到那种 回到当下那种感觉 就是把专注力回到自己 回到自己当下 因为像昨天一整天 我是很难集中在当下在做的事情 第三天晚上 我就可以开始吃东西 我的计划是说 先吃一点比较清淡的 比较软的食物 一些鱼肉之类的 比较 好消化的肉类 对不建议先吃蔬菜 有蔬菜纤维 蔬菜的那些纤维我不太建议 就可以 哦 我们讲的那个嘛 就像那个 像Chris Hansmore 他的那个 他断食丸的第一餐是鱼肉嘛 就是稍微 相对来说 调味没有让很重的鱼肉 而且他那是那个博士 带他吃的 我觉得 这个专家带他做的 那应该是OK 反正我就吃鱼肉嘛 OK 这是我的计划 是这样子 那第三天 我原本整个早上 状态 我觉得非常不错 觉得第三天 好像就跟没有断食一样 那想说 中午 出去走一走 跟朋友去 稍微外面晃一晃 下午跟他一起训练 然后出门前都 都觉得还好 出门后 我们开始 我们去那个义大 去义大走走 哇 下车之后才发现 超级没力的 就我光是走路都觉得 你没有那种 练完腿 练到腿软 让你去走路做有氧的那种感觉吗 我当时逛街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我走的每一步 我感觉都是非常的消耗的感觉 我已经练完腿练了一个什么实诚实的深蹲之类的 走路非常的累 精神状态很好 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疲劳 就是我的意识啊 我的 心情 我的精神是蛮平和的 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无力 走路都很吃力 但是我想说我越是这样吃力 因为 这时候你的 你没有吃东西 你的身体会很自然的去降低 你的活动量 你会 你会无意识的少动很多 就我现在讲话可能是 哎 你看我手这样子 挥来挥去讲话 或者是头转转转 身体很多动 就是这种很细微 你是无意识去做的东西 当我们热量吃很少 不管你在减脂还是在断食的时候 你身体会很本能的去减少这些活动 让你的日常消耗越来越少 这就是所谓的 你的 这是其中一个点就是你的 你在减脂的时候你的 代基础代谢会下降 这是其中一个点 因为我们日常这些活动所 所消耗的热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们运动所消耗的热量其实超少的 超级少 而且你看你看我们健身房一小时 有超过一半时间是在休息 所以我们去运动 运动所消耗的热量其实超少 重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去消耗的那些能量 那当你吃的很少的时候 你身体会本能让你 减少这些能量消耗 减少这些动作嘛 就不然 超热 然后 你原本吃什么东西会回来回去 你不吃东西就 就躺平嘛 那当时我要走的时候就觉得 真是很无力 就我当下我当时只是在躺下来 就我们在走路在走路嘛 可是因为我知道说现在这个状况 是因为我们身体很本能去保护 我们自己去减少我们的热量消耗 对啊就看看听本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买东西 就这样子 晃一晃 然后 下午 我就去练了 很意外的是 第三天断食的时候 训练的状态非常好 第三天断食的时候训练状态非常好 这点我很意外 不然是精神 肌肉的冲鞋感 然后肌肉的稳定 平衡 关节的稳定 以及力量 其实我都觉得 反而第三天断食整个 很不错 就是虽然说那天只是简单 那个上半身 比方说引体向上 然后 有做划船 忘记的话 然后 上斜握推 然后手臂肩膀稍微这样练一练 一个上半身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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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下 然后觉得哇 整个状态 可能跟我有时候平常的状态 比都还比较好一点 就断食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练的时候 已经断了70个小时了 断食70个小时的时候 训练反而是状态非常好的 我很意外 然后当时做一些posing 一些状态 就觉得 现在的身材很饱满了 现在肌肉量很饱满 我觉得 很不错 这点非常意外 所以练得很爽 然后当时我们有先去Costco 逛一逛买一些东西 因为 原本的计划是这样子 我都已经断食三天了 我想说断食完 我要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所以我们去Costco买了 甜甜圈 买了 苹果派 然后我在边练的时候 我朋友都说 我来试吃一下 然后他拿气炸锅稍微烤下来 他说嗯 香不香 他刚才是超 高杯 然后我就在那边练 他在那边吃苹果派 可是很奇怪 就是我这三天都不会饿 所以他在吃的时候 我只觉得好香哦 但是我也不会特别想要吃 就我开始做这个断食前的 我心里的预设是 我一定会很渴望食物 我断食断完之后 我一定会想要狂吃食物 我一定会暴食 那 我想说好吧 如果都这样子了 我都挑战完 我就让我自己暴食一下好了 但结果跟我想象的差非常的多 我越接近我可以开始吃东西的时间 我对食物的欲望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甚至就是越平静了 越没有什么感觉 就像我到时候断70小时 然后我在训练 他在旁边吃烤完的肉桂一卷 不是烤完的苹果派 我原本想说 干 这时候我一定很痛苦 我一定很想吃 一定会很感觉 绝交 可是后来感觉就是 这个很香 就这样子 其他都没有 我也没有特别渴望说 我好想吃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 就像你平常日常生活中 对于食物的那些感觉而已 然后到了开始可以吃东西的时候 我去吃 我又去买 我原本想吃那个鱼嘛 就要卖完了 只剩鸡胸了 所以我也没有管说要吃什么样的食物啊 要先喝汤 或者先吃什么软的食物 没有我就 好吧 那就给我来一份 鸡胸肉的 算便当吗 对反正鸡胸肉一点蔬菜一点米饭 我想慢慢吃 然后我要说 整个断食的过程中 一直到我要准备吃第一餐 这过程中 几乎没有任何 饿的感觉 尤其是当我开始吃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那种 我要准备开始吃我第一餐的时候 完全没有那种我预期的那种 对食物的冲动 对食物无法克制的那种感觉 我看到食物的感觉是很平静 就好像我完全不会饿 然后就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吃 这是我 这是我就算平常也很少有的一些感觉 就是我 一碗饭过来 一些菜过来 肉过来 我就想要吃想要吃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 哇哦 鸡胸肉 吃一口品尝一下 菜 吃一口品尝一下 然后挖一口饭 就是 你真的在品尝食物了 我没有想到说我断食72个小时之后 我的第一个反应 竟然是我可以去品尝食物 而不是赶快吃东西 所以那餐吃的非常舒服 而且非常意外你知道吗 这是我整个断食最意外的地方 就是 解净的第一餐 我竟然可以如此平静的去享受这一餐 而不是爆食 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已经做好爆食的准备了 有没有买了甜甜圈 买了肉桂卷 结果后来我后来有吃 但是我 我就可能吃个一两个 我就嗯 OK了 就够了 就感觉我有吃到就好了 就这个是 这个很不像我 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点蛮好 就是 好像这次断食之后 我会吃东西的那个心态 有点小小的改变 就是 有吃到就好 舒服就好 所以我觉得断食代给我的一些 心态上变化蛮大的 那你说挑战吗 其实 说真的好像二个三天也没有太大的挑战 现在看起来好像二个三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 就 就那样子 然后我的体重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的体重还好 我的体重没什么太大变化 那这三天我也是喝很多水嘛 然后其他生活就照样这样做 都还可以 我还会再去挑战断食吗 就是这种很长时间的断食 短时间不会 但是也许会在做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这样做下来我觉得它对我们的 这样子可能三五天断食 对于我们的身体 对于我们的心理精神上 好像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重启 没有那么多科学的 我们要冲起你的身体 没有那么的神奇 它就是一个稍微调整一下的感觉 有点小变化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真相的 所以之后有可能 会想再试试看 就可能变成一个生活习惯 但是不会那么长 不会什么每个月 每两个月就是可能偶尔 半年 想到了我们来试试看 甚至一年这样子 而且这样做完之后 真的对于食物的那种感觉 我真的我走 这句话讲很多事 但是我很想强调的 我再强调一次就是 断食72个小时之后 我反而 没有那么迫切想要吃食物 没有迫切想要去报食 看到我可以吃的食物 看到我的第一餐之后 我反而是可以很平静地去享受它 我反而是可以很平静地去享受它 我反而是可以很平静地去享受它